超省食的燕客菜 歡迎第一位 陳 又省食 帥哥 歡迎 型男主廚 一個一個都是型男主廚 真的 菜名叫做 砂鍋想你三仙哥 我害怕 你下的地方在哪裡 手指頭 因為那個你會想耶 準備的食材 先讓大家知道 你準備一些特別的什麼食材 今天因為燕客菜嘛 所以選的是這個五輪魚 對 一五二倉嘛 最好的就是五輪魚 那我先拉成非力的這樣 那因為三仙的話 第二仙是我們台灣的這個草蝦 草蝦的話我先流頭 它那個漿都還在很飽滿 再來是雲鎬 雲林的雲鎬 那這三個我覺得都非常代表台灣 來做一個三仙羹 然後搭配的是精華火腿 去煨這個湯 那五輪魚的魚骨 其實油脂非常豐厚 我熬了二十分鐘之後 它你會看到那個 是很濃厚 濃稠這樣鮮 最後再來勾芡 然後響米的話在這邊 待會我用炸了 在喝之前我們把米淋上去 它就會瞬間有那個油爆 沒有 響米是這個概念來的 所以這是 像鍋巴那樣 對 像鍋巴那樣 炸過響米 盛心燈 計時可起 好 一開始我們先炸這個 泰國米 那你泰國米之前有做什麼處理嗎 泡水 泡一天 那在炸的時候 可以聞到那個泰國米的香氣 然後它定型的時候 就要趕快把它抓散 有 那這部分我們可以麻煩成哥來 那我先把燉盆抽起來 鮮婦柔的麵衣 可以起來了吧 沒有 炸到金黃色 是 像玄米那個顏色這樣 要到那個程度 要到那個程度 這個時候我把薑蒜下去 稍微爆香 然後把五仔魚皮朝下 先煎脆 先上色 對... 然後這個時候五仔魚其實就膨起來 建議大家在家裡 可以用湯匙燒給它壓一下 它只要定型的話 它就不會再膨起來了 是 以台灣人的飲食習慣 我覺得 鯧魚前三名有可能 這代表鯧魚粒 鯧魚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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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下金黃火腿跟豬油 跟一點米酒 去調它的鮮味上來 你的金黃火腿不需要先煸 不用 我就直接用 像那個西式的那種邏輯 去把培根油乾煎 煎出那培根香氣 這時候看到蛤蜊 慢慢的一個一個開了 完了這個金黃火腿香氣 那個特殊的油脂味 冰箱出來之後 硬油膏 各位廚師大哥們 民廚們 一般人家裡面 是不是多多少少 應該都要能夠準備一些豬油在 其實我覺得看家裡人的 一定是奇怪 你本來我不會 家裡會準備豬油 剛剛也有我會 因為剛剛有點取得不易 豬油就只要用五花肉 稍微邊邊馬上就有豬油 除非你就是買一個已經 提煉好的紅蔥豬油 紅蔥豬油 紅蔥豬油 倒味豆 對 所以是可以的 那你這麼早撈出來 會響嗎 待會兒 等一下我再過第二次 對 還要過第二次喔 對 所以不要倒 先不要倒掉 放回來 你起床之後一分鐘 他有在想要的 沒有 你想要的 我在算那個時間 你覺得站在這邊壓力好大 對 所以這邊是那個 除了有我們來賓看的 羊群學長也是會 在那邊賓 他們會從他們的角度 提供專業的建議 趁著發出一些 很特別的專業 有職業的問題 我覺得很好 很好啊 可以解決... 可以解決很多的... 你現在很怕受傷耶 沒有... 回山就把人家撒過來 就過了一個禮拜了 大手過了一個禮拜 想要吃到好料要贏喔 一點香油進來 胡椒粉打底 好漂亮喔 好滾喔 你看沙櫃也預熱對不對 對... 小心... 這個時候我要把那個五仔魚 加進來 小心看 看喔 蝦米就壞了 蝦米來了 就是這個 好噁心喔 好爛喔 好爛喔 最後撒蝦黃 我這樣在泡溫子 小心喔 好啊 小心... 好了 你就要講喔 好 好了嗎 還沒 完成 抓鍋蝦米三鮮跟溫泉 好快 好快 他真的會擦去好半碗 他真的有滴滴滴滴滴這樣耶 對... 你的魚熟得剛剛好耶 魚超嫩 好讚喔 魚皮超脆的 五仔魚 真的好吃 因為蝦米泡在那個醬汁裡面 還是脆的 對 而且用豬油跟金泡火腿 都是你知道豬系列的 對... 香氣再搭乘上去 這兩個結就好像 我們在常講練那個 酸糖一樣 對 海鮮很鮮明 你的硬油加進去 不過我覺得還以為是蠔油 對 那個甜度是有的 對...很鮮 而且我一開始原本想說 加那麼多硬油會不會很鮮 結果也不會 很鮮 讚啦 掌聲鼓勵 嘗嘗